南加州核套市市议会2022年度议会改组与宣誓一事 7月13日晚在核套市市政府议会厅举行 经核套市议会一致通过 副市长伍利伦艾伦乌就任市长一职 在洛杉矶县警察局长维拉纽瓦监视下宣誓就职 核套市前市长苏王秀兰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林达坚 以及核套市前市长林达坚 核套市市民与亲朋好友逾百人出席 钻石把华人协会的代表也先来祝贺吴立伦就任核套市市长 每一样的健身项目 包括我们的预算还有我们的公共建设 还有我们的教育全部都要把它搞好 这是我上任最重要的目标 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为居民大众服务 提供大家最好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的品质 这个我们的家园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人的家园都是最重要的 我在这个地方也尽力而做把这个工作做好 核套市议会对现任市长秦振国 Eric King担任市长期间 为城市建设与发展 特别是为社区治安与教育事业 做出了突出贡献 得到了市议会与市民的充分肯定 现场出席宣誓就职仪式的市民 向秦振国献花表达敬意 吴立伦曾在核套谷水区董事会服务15年 拥有南加大土木工程博士学位 是加州注册执照的土木技师 现任职加州州政府专案经理及工程师 他在2017年获加州高等法院任命 出任盛盖博谷东区盆地水泉仲裁官 2018年他成功当选核套市议员 在担任市议员与副市长期间 为核套市政建设和社区发展 做出贡献 赢得好评 全美电视台记者核套市采访报道